记者李雅文台北报道 基本公司明年元旦开始将由限由2109元调整为22000元 劳工保险投保薪司分级表 劳工退休今月提小公司分级表配合修正 目前以2109元21900元月投保薪司投保劳保 提拨劳退的劳工都将调整为22000元 每位劳工每月劳保持出将多2到21元 劳工保险投保薪司分级表修正后删除21900元 原第三级22800元第一为第二级 第一级投保薪司金额修正为22000元 22800元以上维持集聚和金额最高一级人为45800元 分级表修正后从原来18级减为17级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专门委员林秀香指出 投保薪司分级表明年元旦且实施 预计将有302万名劳工受到影响 举例来说 本来投保金额为2109元的劳工 明年开始每月劳保费负担将为462元 较先前多支出21元 雇主每月要负担1617元 相较原来多出73元 劳工拿到薪资调可多注意数字上的调整 调整后 每月劳保基金将增加两亿八千多万元收入 Jos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